这个状态很简单啊 26和27都非常简单 先看一下 完成工作交付成果的合同 是成朗合同啊 就掌握一个成朗合同 成朗人的义务看一下 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工作 并按期交付成工作成果 叫成朗合同 听啊 最简单的成朗合同就是 我有一块木头 这块木头叫海南黄花梨 我把这块木头交给甲 帮我建个 把我制造一个 比如说是一把椅子 对吧 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成朗合同 那么成朗合同 我是定做人 假设什么人 成朗人 那成朗人的义务 好 这是第一个 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动力完成工作 并按期交付工作成果 第二 对完整的工作成果 付瑕疵担保义务和保管义务 第三 按约定提供材料 或者妥善处理定做人提供的材料 第二 接受定做人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第五按定做人的要求保守秘密 这都比较简单 看一下他的权利 成朗人可以要求支付报酬 符合法定条件 可以行使什么 刘志全 第三 成朗工作需要定做人的协助的 定做人有协助的义务 定做人不履行 协助为致实成朗工作不能完成的 成朗人可以推告定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 履行义务 并可以顺远履行期限 定做人履行 预期不履行的 成朗人可以 解除合同 这都太简单了 重点是 第二 定做人的义务 定做人要预约提供材料 并对成朗人进行协助 第二 按时接受验收成朗人交付的工作成果 第三 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 向成朗人支付报酬 看一下他的权利 第一 监督成朗人工作 第二 请求成朗人交付工作成果 第三和第四是考点 第三和第四是考点 定做人有什么权 任意解除权 听 如果我将这块木头 海南黄花里交给贾同学 给我做一个太师椅 贾同学已经把这个太师椅做好了 还有一个扶手没有做好 这个时候 我作为定做人 可不可以解除合同 可以 我作为定做人 可以任意解除合同 但是给贾造成的损失 赔不赔 任意解除权 虽然你有权解除 但是你要赔偿 损失 这是关于第三 第四 成朗人兼其成朗的主要工作交由 第三人完成 应当就给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 先定做人负责 未经定做人同意的 定做人想有什么 解除权 这叫违约解除权 好 听 我有一块木头 叫做金丝楠木 我将这块木头交给贾同学 帮我雕刻一个观音菩萨的像 哎呦 这次是什么 观音菩萨的像 我为什么交给贾同学帮我雕刻 因为我信任他 他是一个公益大师 对不对 然后贾这个家伙做了一件事 啥事 贾将这块木头交给他的 徒弟的徒弟的徒弟给我雕刻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上 我怎么知道你的徒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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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雕刻吗 对不对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什么 解除合同 这叫违约解除 违约解除 我要不要赔偿 不需要 明白了没有 好 这是关于这点 OK 同时旅行 为赶时间力达服装厂 私质委托 横发服装厂 加工100套 玉才中学 诶 私质委托 横发服装厂 加工100套 是将主要工作交由 第三人完成 对吧 好 玉才中学 有人说老师 100套也叫主要工作 当然叫主要工作嘛 你把整个制作衣服的东西都交给人家了 100套 你想一下 什么叫不叫 什么不叫主要工作 你把500套服装全部做好了 把上扭扣的这个工序交给第三人 这叫不叫主要工作 不叫 明白意思没有 这才叫主要工作 OK 玉才中学按时前来取货 发现横发服装厂 加工的100套校服 不符合样品的要求 所以拒绝付款 立达服装厂则拒绝交货 下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玉才中学可以立达服装厂 擅自外包有 唯有借出合同 可以这叫什么借出权 唯约借出权 B 如果玉才中学不支付筹金 立达服装厂可以拒绝交付校服 可不可以 可以行使什么权 同时旅行看变权 C 如果玉才中学不支付筹金 立达服装厂可以对样品行使留置权 可不可以 可以 OK 没有问题 正确答案是A B C D 玉才中学有权要求 横发服装厂承担违约责任 玉才中学跟横发有合同关系吗 没有 考的是合同单 相对性 好 这是关于专题26 专题27 关于提供老物合同 我就讲一个 就是关于委托合同 对于委托合同的话 在这里要注意 我所介绍的内容叫 间接代理制度 民法总则没有规定 间接代理制度 仅仅规定了直接代理 合同法402条和403条规定了间接代理制度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合同法402条和403条的间接代理制度 好 请告诉 合同法403条和402条的间接代理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先问一下在座的作为 关于代理 代理的话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 如果代理人也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 这叫什么代理 这叫直接代理 如果代理人也自己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 这叫什么代理 间接代理 所以在这里只说哪一个 间接代理 间接代理又分为显明的间接代理和 隐名的间接代理 好 第一个表格 委托人的自动介入权 你写一下 这叫显明的间接代理 后面是隐名的间接代理 好 举例子 把这个解决搞定 把这个问题搞定 OK 听 显会显吗 就显示的显 显示器的显 对吧 好 写明的间接代理 OK 比如说有一位同学叫贾同学 贾同学看杨树比较喜欢喝茶叶 他也附庸风 也比较喜欢喝茶叶 对不对 因此贾同学就跟我说了 说个能不能带我去茶叶店去买一下茶叶 我说行 没问题 因此我就跟贾同学去茶叶店买茶叶 找到了一家店 那家店的老板 叫做老板娘 对吧 好了 好 就这三个人听了 那么我们在买茶叶的过程中 老板娘就泡茶给我们喝 好了 在喝茶过程中 这个时候贾同学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贾同学接到了那个电话之后就跟我说了 说个 我有一个急事要做 我说啥事呢 对吧 这么紧 他说 我有一个100亿的合同 等着我去签 因此他就跟我说了 他要去签合同 他就委托我去帮他买茶叶 告诉我 我是什么人 代理人 而贾是 被代理人 贾同学就跟我说了 说个你帮我买一顿破茶 对吧 买一顿破茶 我是代理人 他是被代理人 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 贾同学就直接跟我说 说个你直接用你的名义来签订合同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说先没有问题 老板娘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 好请告诉我 这是直接代理还是间接代理 间接代理 我作为代理人 以谁的名义签订合同 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 对不对 好了 为了谁的利益 为了被代理人 假的利益 OK 和老板娘签订买卖合同 老板娘作为第三人 知不知道我就是假的代理人 知不知道 知道 因此这是显明的间接代理 显明的间接代理 合同直接耶稣谁 直接约束被代人 假和第三人 老板娘 明白我意思吗 因此这叫委托人的 自动介入权 懂我意思吗 自动介入 因为他是合同的当事人 好看一下 第一 受众人也自己的名义 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 也第三人定立合同 第三人在定立合同的时候 知道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 知道 把知道画出来 该合同直接约束 委托人和第三人 把直接画出来 直接约束 委托人和第三人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委托人自动介入 受托人和第三人 定立的合同关系 取代受托人成为 合同的什么人 当事人 明白了吧 这叫自动介入 在有确切证据 证明该合同 只约束 受托人和第三人的时候 不发生委托人 自动介入 受托人和第三人 之间合同关系的后果 OK 这叫自动介入 好 翻过来 关于一名的间接代理 有两个点 好 听 贾委托我去买茶叶 贾就跟我说了 说哥 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吨破茶 我说行 没问题 所以贾是什么人 贾是被代人 我是代理人 OK 这个时候 贾就跟我说了 说哥 我不想别人知道 我很有钱 因此 你能不能以你自己的 名义签的合同 我说行 没问题 我就想让别人知道 我很有钱 对吧 因此 我以我自己的名义签的合同 请告诉我 这是直接代理 还是间接代理 间接代理 对吧 好 老板娘知不知道 我是假的代人 不知道 因此这是 引民的间接代理 好 听了 我去茶叶市场 跟老板娘签订茶叶的买卖合同 签订买卖合同 就发生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听 贾同学把钱交给了我 我也把钱 我也把钱交给了老板娘 老板娘欺负我是一个书生 因此老板娘说 不好意思 杨先生 我的茶全卖光了 对吧 我的茶全卖光了 给不了我茶 这个时候请告诉我 我作为代理人 可以把茶交给贾吗 不能 所以我作为代理人 有一个义务 叫什么义务 披露义务 像谁 披露谁 向委托人 披露第三人 我对贾说 其实我是跟这家伙 签你合同的 他没有给我茶 对不对 此时 委托人有什么权 介入权 明白意思吗 委托人可以直接 介入合同关系 然后对老板娘说 你要给我茶 此时叫介入权 但是 是不是自动介入的 不是 明白意思吗 这是第一句话 委托人有介入权 第二句话 第三人有选择权 你在第三点那里 再增加一句话 第三人有选择权 选定之后 不得变更 选定之后 不得变更 OK 第三人有选择权 选定之后 不得变更 好 听 接下来 如果我以我自己的名 跟老板娘 第三人签订了 买卖合同之后 这个时候 老板娘把茶叶 交给了我 我把茶叶 交给了贾 好了 这个时候贾 拿到茶叶之后 跟我说 说个真的不好意思 我刚才去签了 一个100亿的合同 我资金流紧张 我给不了你钱 如果贾 给不了我钱 请告诉我 我能够把钱 交给老板娘吗 不能 所以我作为代理人 有一个义务 叫什么义务 披露 我像谁 披露谁 选第三人 披露 委托人 我对老板娘说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买一吨 普洱茶的人吗 对吧 不像 这个时候 其实我是假的 什么人 代理人 因此老板娘 现在面对着 多少个人 两个人 一个人是被带人 一个人是代理人 所以老板娘 现在有什么权 选择权 他就看 谁更有钱 他就选择谁 对不对 如果老板娘 选择了假 作为合同的 当事人的话 如果假 没办法给钱 请告诉我 能不能调转牵头 要求我 阳朔 代言承担责任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叫做 选定之后 不得变更 明白没有 好 因此 听 总结 关于间接代理 有两种 第一种叫 显明的间接代理 合同 直接约束谁 委托人和 第三人 第二种叫 一名的间接代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委托人有 介入权 第三人有 选择权 选定之后 不得变更 明白没有 OK 好 你掌握这几点 就很简单了 好 这里 具体的内容 你们自己看 我们做这两道题 第一道题 假委托也 以以的名义 委托也 以以的名义 为假购买一辆汽车 告诉我 这是什么代理 也以的名义 间接代理 也和平签订合同 之后 由于假的原因 不能约线柄 支付购车款 也遂线柄 披露了委托人家 这个时候下的说法 正确的深 好 柄是什么人 柄是第三人 第三人有什么权 选择权 好 A和B说只能的 当然是 错的 那C 柄可以在 假和义之中 选择一个 请求支付购车款 可不可以 可以 C是正确的 那定 柄请求假支付 购车款 遭到拒绝之后 可以请求义之父 还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选定之后 不得变更 正确的 答案是C 好 第二题 一样的 假委托也购买一套机械设备 但要求意义的名义签订合同 也同意 所以柄签订了设备的购买合同 后来由于假的原因 也不能按时 柄柄支付设备款 在柄柄说明了自己是说 假的委托 柄柄购买机械设备之后 关于柄的权利 柄是什么人 第三人 第三人有什么权 选择权 选定之后不得变更 所以A和B只能 购物 那C可以选择要求假 或以致负 正不正确 正确定 可以要求假 可以承担 两代责任 选定之后不得变更了 还能要求两代责任吗 不能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C OK 好 这是关于合同法的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今天辛苦大家了 就讲到这 OK 谢谢 谢谢